哈喽大家好,我是Hijan 今天是一个拆箱的视频 因为虽然说还没有到圣诞节 但是呢很多商家就已经开始出 圣诞节的节前挂丽了 通常来说这个挂丽呢 都会非常的划算 我每年都会买一个挂丽 这样子呢会 有一点 有一点意思 我想象中的小 就是感觉好像应该 会更大一点 好 啊,不过里面还是挺不错的 好,这就是倩币家的 圣诞节礼盒 这里面全是正品 这个是正品 先看正品 这三个呢是当时他说 买80欧就会 送的正品 所以说有这三个 一样东西 这个 第二样 这么大盒子给了 这么小的 这个是眼霜 第三个是一个眼线笔 第四个 第四个是个 卸妆水 第五个是个满霜 这个很不错 这个是 第六个呢 第六个是一个 腮红 第七个 第七个呢 是一个 线笔的刷子 第八个呢 就是磨砂膏 第九个呢 是一个补水的面霜 第十个 第十个应该是同系列的 这个是眼霜 第十一个 是手霜 第十一个 好小 是一支睫毛膏 第十三个 是他家比较有名的 那个洗面奶 他家很有名的爽肤水 这个是第十五个 十五个 就是他家很有名的黄油 第十六个 好像是一支 哇 这么可怕颜色的口红 第十七个 颜色很漂亮 第 哇 这也行 这个不知道 这个好像是个什么 洗脸的什么东西 这个是 Foaming cleanser 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 呃 洁面的 二十 呃 这个是一个精华霜 这个是二十一 是一个面膜 看以后是一个 好像都是 可不可以我试一下吧 这个颜色 这个看着还行 二十三 啊 这个正常一点的 的唇蜜 最后一个应该是最后一天的 一般来讲 这个最值钱 看看他里面送什么 啊 这个我觉得应该会很很很很 让人很伤心 这个是什么呢 这 这 这个是个香水吗 啊 这个是个小香水 啊 这个我其实不是很开心 作为最后一个礼物 啊 这个是个小香水 这个是个小香水 这一点的 这个是个小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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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也不知道